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加拿大经济一事无成 BMO宏观策略师 台湾表示 中国向该岛屿派遣了四个疑似间谍气球 其中一些靠近重要的空军基地 美联储会议纪要可能会详细阐述即将进行的降息辩论 在伊朗、两起爆炸事件在卡塞姆、索兰玛尼陵墓附近的仪式上造成70多人死亡 加拿大批准辉瑞公司的基因疗法用于治疗罕见的出血性疾病 请大家收看 加拿大经济一事无成 BMO宏观策略师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银行证券已经确定了五支符合其高质量股息筛选标准的美国股票 通用动力、真正零部件、莫斯罗普、格鲁曼、宝洁和美国包装公司 该筛选标准包括信用评级为 或更高净资产收益率高于标普500指数平均水平 负债权益比低于指数平均水平 自由现金流高于总股息支付额 以及股息收益率高于基准的公司 与此同时 BMO的本杰明 赖茨斯表示 加拿大的GDP增长已经连续三个月停滞不前 而富国银行的特拉西、麦克米利恩发布了2024年的五个投资组合建议 而摩根士丹利的财富管理团队则警告称 今年美国股市的回报将非常有限 台湾表示 中国向该岛屿派遣了四个疑似间谍气球 其中一些靠近重要的空军基地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报道 中国据称向台湾派遣了四个气球 其中三个接近一个关键的空军基地 这些侵犯行为发生在中国不断加大武力威胁并吞台湾的背景下 据信 中国的气球是军事相关的空中监视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针对40多个国家 中国经常向台湾附近的海域和领空派遣海军舰艇和战机 但利用气球进行情报收集可能是其对台湾施加威胁的新战术 台湾将于1月13日举行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 亲独立的民进党在大多数民调中领先 美联储会议纪要可能会详细阐述即将进行的降息辩论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与美国中央银行政策利率相关的合约市场定价 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024年首次降息的时间尚不确定 但投资者预计在3月份会降低借贷成本 然而经济学家认为降息可能更接近年终 12月中旬联邦储备委员会政策会议纪要的发布 可能会提供更多关于核实降息的见解 因为中央银行努力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实现通胀下降和就业市场持续增长 在伊朗 两起爆炸事件在卡塞姆 索莱玛尼陵墓附近的仪式上造成70多人死亡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伊朗一场纪念2020年被美国无人机袭击杀害的高级指挥官卡塞姆 索莱玛尼的仪式上发生了两起爆炸 伊朗官员将这些爆炸描述为恐怖袭击 国家媒体报道称 有73人死亡 170人受伤 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加拿大批准辉瑞公司的基因疗法 用于治疗罕见的出血性疾病 加拿大环球邮报 辉瑞公司已获得加拿大卫生监管机构 对其用于治疗血有病弊的基因疗法的批准 血有病弊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出血性疾病 这一批准早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决定 预计将在2024年第二季度做出 血有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由于凝血因子缺乏导致血液凝结缓慢 主要发生在男性身上 沃泰华的招聘热潮不是问题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金融邮报报道 在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下 加拿大的联邦公务员制度继续增长 上一财年增加了21,290名新员工 自2015年以来 公务员人数增加了10,213人 增长了39% 现任政府还扭转了哈破保守党此前的削减 财政部的员工人数自2015年以来增加了22% 文章认为 联邦政府规模的增长 是沃泰华官僚主义维米不振的症状 预计写字楼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将迎来艰难的一年 但机会可能潜伏在心中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一些基金经理表示 写字楼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ise可能为长期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切入点 在大流行期间 办公行业受到转向远程工作的沉重打击 许多雇主重新停估 他们的办公需求 并减少他们的房地产持有量 然而 预计对办公空间的需求最终将会增加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 何时会发生 基金经理建议投资者 在考虑写字楼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投资时 要有选择性 并专注于资产负债表的实力 流动性和股息覆盖率 加拿大必须面对现实 中国现在已经关闭了商业活动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不应指望与中国的前景在短期内有所改善 这是因为种种原因 包括对中国政治稳定性的日益关注 以及北京对商业数据的控制日益加强 西方还需要更加努力地阻止印度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结盟 加拿大需要紧急合作 以实现更大程度地融入印度经济 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特别是在全球对加拿大的关键矿产和能源资源需求增加的情况下 乌干达LGBT活动人士被刺伤后 情况危急 加拿大环球邮报 乌干达著名LGBT权力活动加史蒂文 卡布耶在被刺后陷入危急状态 卡布耶在前往工作途中遭到不明身份的袭击者袭击 这次袭击被认为是由去年颁布的严格反同性恋法引发的仇恨犯罪所导致 该法律规定某些同性行为将被判处死刑 并导致乌干达对LGBT人群的虐待激增 政府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 并表示该法律旨在将同性行为及其宣传定为犯罪 而不是惩罚乌干达的LGBT人群 周三的分析师升级和下调评级 加拿大环球邮报 RBC分析师PyroDatania降低了耐克的目标股价 原因是该公司在更新运动服装产品时出现了短期销售疲软 Datania认为 耐克目前的产品周期正在转变 更好的收入增长前景可能要等到中期 然而 他仍然将该股票评级为表现优异 并认为耐克在生命周期管理和创新方面表现强劲 在其他分析师行动方面 Stevens提高了美国运通的目标股价并升级了评级 而D.A. Digotson则以中性评级开始对英伟达的覆盖 Bair将Sherwin-Williams评级下调为中性评级 但提高了目标股价 Lidos表示 空中客车公司为其网络安全部门提供了高达20亿美元的报价 加拿大环球邮报 空中客车已经提出了15亿至18亿欧元 16亿至20亿美元的价格 以收购Lidos网络安全部门BDS 这家法国IT集团表示 该交易是其资产出售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在一系列挫折之后重振集团的命运 Lidos还表示 如果与债权人的谈判没有进展 不排除使用法律保护机制 Lidos还正在与捷克亿万富翁丹尼尔 克雷廷斯基的EPI讨论出售 亏损的Tech Foundations部门的事宜 迪士尼在与激进投资者奈尔逊 佩尔茨的激烈代理战中获得Value Act的支持 加拿大环球邮报 华特迪士尼宣布 投资公司Value Act Capital将为其提供战略建议 并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支持其董事候选人 这是在预期与激进投资者奈尔逊 佩尔茨进行代理人争夺之前宣布的 佩尔茨已经提名自己和一位盟友加入迪士尼董事会 Value Act Capital已与目标公司合作的方式闻名 并且在其投资的公司中具有合作和协作的记录 多名海外人士在香港审讯黎智英案中 驳回控方指控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香港国家安全审判中点名的几名活动人士 活动家和政治家拒绝了政府检察官 关于他们与该报出版商勾结的指控 根据中国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 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 面临两项串谋 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 这次审判表明 香港的基本自由和法治被破坏得多么戏剧化和广泛性 香港观察创始人本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et Rogers说 中国表示 贸易政治化是不道德和不可持续的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就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潜在分裂发出警告后 中国警告说阻碍全球增长的国家安全限制将是不道德和不可持续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表示 如果全球经济分裂为两个集团 全球GDP可能会减少7% 由于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彼此之间的贸易减少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加 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关键矿产实施出口限制 而美国则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 黄油豆如何成为社交媒体的宠 另外 知识烤黄油豆的食谱 加拿大环球邮报 黄油豆是一种较大的奶油 粒马豆品种 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受欢迎 与所有其他豆类一样 黄油豆是纤维和蛋白质的极好来源 价格低廉且用途广泛 对土壤有益 它们可用于各种菜肴 包括汤 意大利面和沙拉 并且可以烤成酥脆的小吃 黄油豆可以从肝中煮熟 无需预浸泡 在水中加盐 可以帮助软化它们的皮肤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熟悉的六度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故事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加拿大的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 而美国的股市回报也可能受限 这些消息表明 全球经济面临着一些挑战 投资者应该谨慎对待 同时 中国向台湾派遣间谍气球的消息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可能是中国对台湾施加压力的新战术 此外 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也受到市场关注 分析师们预计降息辩论 可能在即将举行的会议纪要中得到详细阐述 另外 伊朗发生的爆炸事件造成了多人死亡 这被认为是一起恐怖袭击 这再次凸显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局势 而加拿大批准用于治疗罕见出血性疾病的基因疗法 则为血有病患者带来了希望 此外 加拿大的公务员制度继续扩张 而写字楼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可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一年 这些新闻都反映了不同领域的挑战和机会 最后 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比如黄油豆如何成为社交媒体的宠儿 以及知识烤黄油豆的食谱 让我们不仅关注重大的时事新闻 也可以关注一些轻松有趣的话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丰富你的知识 带给你欢乐和思考 现在我们将开始我们的互动环节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你们的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葛众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吧